肠胃都好好的 结果这个母鹿肝肠寸断 可见母爱的伟大 一个孩子气势了母亲那个伤心的程度 可以说是肝肠寸断 世间上的母亲疼喜子女都是一样的感受 所以母亲对孩子的一个伟大行为 所以说我们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我们身体 子女身体有疾病 我们身体有病很痛苦 但是最苦的还是伤到母亲的心 所以要孝顺父母 首先我们要使自己的身体健康 才能够使父母没有心疼 所以这个疾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思想不正 那个行为偏差也是一种疾病 身体有疾病心理有疾病 也是不孝顺的行为 像现在有些年轻人 这个吸毒飙车 还是做一些不符人道的行为 违法犯罪 结果被关劳役 损害到父母亲的名利 这个都是不孝顺的行为 就是思想有偏差 影响到他的行为错误 这个都是一种不孝的行为 也是我们为人子的人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在孝经里面讲说 视亲者 基上不交为下不乱 再丑不争 基上而交则往 为下而乱则行 再丑而争则兵 三则不处 虽日用三生之养 有为不孝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要侍奉父母亲 要真正孝顺父母亲 在上位的人不可以骄傲 一骄傲就会败亡 在下位的人不可以作乱 一作乱就会触犯法律 而被刑责 在同事之间 朋友之间 不要更加纷争 一纷争就会打斗 就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 这样如果我们犯了这三样 骄傲 作乱 还是更加纷争 打架 我们犯了这三样 都是不孝的行为 我们有这样三种不孝的行为 即使你每天用很好吃的东西 给父母吃 给父母穿 给父母治 也是一种不孝的行为 所以孝心就是要 自己的行为要减点 要做好端正自己的品性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孝顺父母的人 像王凤宜老善人 他年轻的时候到远地方去做苦工 结果同事里有些人特别喜欢欺负他 那王善女都忍耐下来 不跟他计较 旁边的人看不惯 就跟王善女老善人说 难道你怕他吗 你为什么不跟他计较呢 王凤宜老善人说 我在远地里做工啊 父母亲都很担心了 好好的生活他都很担心了 何况我如果跟人家打架 那不是让母亲父亲更伤心吗 更难过吗 所以呢我不是怕他 我是怕我的父母亲伤心 才学乖的 才不跟他计较的 可见 我们孝顺父母亲就是呢 不要更加增强打枣 这样子呢 才让父母亲能够安心 在伦理里边 只有 只有也是来请教孔子啊 孝的问题 什么是孝呢 孔子说 现在的孝子啊 都说能够养父母 这样子就是孝顺的 其实呢 如果单凭给父母出自 这样子就是孝顺 那跟养动物 狗啦 麻啦 这样的动物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孝顺父母最重要的 不是给他吃 不是给他治而已 最主要就是呢 要表示那颗诚意 那颗敬意的孝心 像说 我们要真正孝顺父母亲 就是饮食企迹要尝试左右 要观察父母亲 吃东西是不是吃得下 住的地方是不是 住的习惯 要常常来观察他 要让他吃的习惯 住的习惯 跟父母亲讲话的时候呢 要很温柔 要顺他的意 这样子呢 才算是孝顺 然后呢 父母亲有给我们 某种指示呢 我们要去接受 我们出门的时候呢 要禀告父母亲 说我要去哪个地方呢 回来的时候呢 要去见父母亲 说我回来了 让他安心 而且呢 我们平常行为端正 不要做错事情 不要有父母亲的名利 这样子呢 才是真正的一种孝顺 不是只有给他吃 给他穿 给他住而已 是一种表现在外 一种诚心敬意 让他不要担心 所以 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四方三七呢 不再厚薄 不再东西的好坏 而是呢 在那一颗沉静之心 不再物质 而是让他呢 精神有所安慰 我在这边呢 挤一个例子 在有一对老夫妇啊 生养了四个孩子啊 那这个四个孩子在外边啊 都是成家立业啦 平常父母亲 老夫老妇啊 自己住在一起 非常的孤单 但是呢 又不敢麻烦 子女啊 儿媳回来 探望他 但是呢 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呢 就非常盼望 子女能够 回来跟他团聚 有一次啊 大拜拜 家里大拜拜 他就利用这个机会 就打电话 给他的大儿子 说今天 家里大拜拜啊 你是不是可以回来 大家团聚呢 这个大儿子说啊 哎呀 我不方便啊 因为你的媳妇 也要回梁家 我要 在你的媳妇 回梁家 所以我把钱寄回去 我没有办法回去啊 那这个老太太啊 打了这通电话 非常失望的 就再打给第二个儿子 那个第二个儿子啊 就说 哎呀 我今天早就跟我太太 儿子都A好了 要出去交游 出去外边 欣赏风景 所以呢 就没有办法回去 看看你们啊 那我会把钱寄回去的 这个老太太啊 听了二儿子这样子的回话 又非常失望啊 然后呢 就继续打第三通电话 给第三个儿子 这个第三个儿子啊 说哎呀 你媳妇也要拜拜啊 要等你媳妇拜拜好 再回去 已经太晚了 所以呢 我把钱寄回去就好了 我也不会回去的 所以这个老太太啊 听了这三个儿子的回话啊 挂了电话啊 就默默的 等着他的老伴啊 然后两个老人家啊 默默的拿起筷子 吃着那没落的晚餐啊 吃完晚餐啊 两个人又盯着电视机 这样子的 来过生活 这样子 每天盼望阿女回来团聚 但是呢 都是大师所望的 这样子我们可以 由这个例子 我们可以反省我们本身 我们有没有 体会到父母亲的 心意呢 不是 只有钱寄回去 就好了 父母亲所盼望的是什么 是能够看到 子女 媳妇 孙子 回来跟他团联 这样子 享受天伦之乐 所以说 我们真正孝顺啊 孝顺啊 就应该自重 父母的精神层面 这样子 才是一个孝子 然后 我再 挤一个例子 有一个单亲的母亲 养了一个 孩子 好不容易 把他养大了 栽培他大学 大学毕业以后呢 他就出外去工作 工作几年啊 积析了一些 一些钱财啊 然后有一天 这个儿子回家啊 就闷闷不乐的 母亲非常担心的 就问儿子说 你闷闷不乐 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儿子呢 就跟母亲说啊 因为有朋友啊 邀我一起跟他合伙 开冰果市啊 那我想说 开冰果市 如果赚了钱啊 我们就可以买房子啦 不用租房子啦 我也可以买轿车啊 可以载妈妈你出去兜兜风啊 可以让你想想轻浮啊 但是呢 如果说 这个冰果市 生意不好的话呢 那我把 机器几年的钱财啊 就投注下去 就没有办法回收了啊 而且现在 工作也不好找 那投注下去 如果失败了 回收不回来 又工作不好找 要怎么办呢 所以我在这边啊 失守的结果啊 所以非常的围然 到底要不要跟他合伙呢 所以心里呢